这个舰载航母机舰载预警机是不是是怎么说呢 对于有航母的国家来讲这是绝对需要的 或者它的重要性有多大 固定的预警机呢应该是航母编队这个鹰眼 在天上呢如果舰载机数量比较少 信息获取的在不是很彻底很及时 那么整个空站或者海站这种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你现在很多像呢这个用直升机的当预警机的这种平台 这种编队呢它获取这个目标的信息能力有限 因为直升机它这个由于受到机身的限制 它只能看下面 就它不能看比自己高度更高的目标 所以它受到很多限制 像一老二刚才讲的就指挥这个功能它没有 它只能看就把眼睛放在下面去了 如果把那个固定一的预警机放在航母上 就是把预警指挥两个功能融合到了一体 而且能够在这个整个一个很孤立的环境中 在远离大陆的环境下远离这个大陆信息支持的情况下 独立的获得海上的信息 这样对水上的比如说水面的舰艇 空中的目标都能够及时发现 作用很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阅 Vall outras 好